这已经2025了 你入坑3D眼印了吗 大到航天起零件 小到微缩模型的制作 现在都已经离不开3D眼印 如果想入坑 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呢 那今天就来聊一聊 什么人适合入坑3D眼印 如果你是已经入坑3D眼印的朋友 欢迎在弹幕留言 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入坑3D眼印的 先来说一下 我自己最开始接触3D眼印 其实是在本科的时候参加一个设计比赛 当时比赛方是要是教一个作品的实物 我是做了一个熊猫IP的设计 然后去联系网上厂家 才发现 我开模费这么高 大几千块钱的开模费了 然后你实际制作的话 还要几千个起定 所以这个学校肯定是选不了了 于是我就另寻他法 就看到了3D眼印 当时也完全不了解材质工艺这些 就是跟3D眼印的老板说 我就要一个10厘米高的模型 要实行 要沉甸甸的这种质感 那个老板也劝我说 你不需要实行 就是里边镂空 然后里边搭支撑 就可以做出这个模型 我说不 我就要实行 就要这种沉甸甸的 最后模型拿到手 确实沉甸甸的 这个价格也是沉甸甸的 3500做了这么一个模型 也因为它是我第一个3D眼印的模型 所以这个价格记得比较清楚 但是现在想起来 真是年少 再后来就是各种产品相关的客舍当中 会用到3D眼印 也是找代工去加工 我在研究生闭设的时候 做了一个交互音响的设计 它也是用到3D眼印 去做它的产品原型 所以我接触3D眼印还是挺早 但是实际自己入手 一台3D眼印设备 那还是在2023年的月初 当时也分享了一条视频 我入手的第一台3D眼印设备 就是创造三维的Under 3 S1 后来就开启了我的3D眼印之旅 之所以入手 一方面是确实消费级的3D眼印 在不断迭代当中 价格也非常合适 一两千就可以入手一台3D眼印机 而且操作上也比较简便 基本都是自动化的 也是当时我确实有很多 这个原型设计 产品设计这个需求 要自己更快的制作一些模型 所以就入手了第一台3D眼印机 一拿到这个3D眼印设备 确实停不下来了 一开始确实是打印 我这些产品设计的原型 后来就是看到什么好玩的 我就随时去打 但打印速度当时还是比较慢的 基本都是我前一天打上模型 然后第二天等着收获就可以了 都要隔一天 就连夜去打 虽然我自己能建模 但是打印的很多东西 都不需要自己去建模 基本网上都有 尤其是一些动漫的 或者是电影很火的一些IP 它越火 网上这些模型就层出不凶 都是免费的 你直接去下载 然后自动切片加支撑 一键发送给打印机 它就打印出来 你可以基于这些模型 再继续进行二次的创作 当然如果你有建模能力 那玩法就更多了 你可以把动漫里边 喜欢的角色做成骨子 或者生活里边什么设备 缺一个零件 你可以直接去建模打印出来 这个设备也是可以自动调频 自动进料 然后断料检测等等 这些都是自动的 设备也有越来越多的耗材去匹配 像最开始可能基本都是打这种PLA 因为它在家里打比较方便 比较环保 正常室内空间就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要弹性材料 或者强度大一点材料 可以尝试TPU ABS 碳纤维等等一些工业级的耗材 就很多产品的设计 它的结构外观 以及它的造型等等 各方面都是我去使用过3D打印之后 我才去进行的这种设计 因为你只有实际看到它的打印过程 然后知道它的材料的特性之后 才能更加有机的去结合 所以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 就2025什么人值得入手3D打印 然后以及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如果你日常的工作 跟设计的相关度非常高 那就非常值得入手一台3D打印机 如果你不是一个设计师 但是日常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玩的点子 想把点子创意带进现实里边 我觉得也值得用一台3D打印机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创意生成器 它想到的东西就很快的做出来 我真正入坑3D打印机这个设备 是从23年1月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 也看着设备们从200毫米每秒速度 提升它现在500毫米每秒 然后打印的颜色从单色变成 现在有多色系统 可以自动的换料去打印多种颜色的模型 操作方式也都全部都快速迭代 你要做的基本就是把模型拖到切片软件里 点击自动加支撑 撑住模型悬空的位置 然后一键发送给打印机就OK了 很多结构和创意都是你实际操作过 3D打印机设备之后才会去产生的一些想法 有些设计如果你不结合它的打印工艺和材料 凭工具想象的设计 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很难去实现 或者说这个模型即使真的做出来 可能它也非常的费材料 以及这个结构可能很不合理 非常的脆弱 并不是一个最优的方式 现在3D打印设备的实用也越来越简单 像我旁边这个创想三维的HIGHCOMBO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入门级的机型 它这个入门并不是说它的配置低 其实现在FDM的设备它的打印效果都基本差不多 只是说它没有风箱以及喷嘴 可能不适合打印更多的工业级耗材 那话又说回来 你作为新手或者在家里边环境 你也没法去打印那些工业级的耗材 因为那些耗材可能本身它会有一些毒性 并不适合在常规的屋子里就直接打印 所以在家里边你用的更多 就是这种PLA的耗材 其实用什么机器都一样 它就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机器 1000多的价格 就可以拿下单色打印的主机 你先用一用 如果后期发现自己 确实有这种多色打印的需求 那可以再加个不到1000块钱 加一个CFS盒子 就可以给它继续升级 变成一套多色打印的设备 最高支持16色 这个盒子也能起到耗材管理和防潮的作用 所以你如果经常有DIY的想法 或者动漫爱好者 那你可以把任意的IP做成骨子 可以做出更多好玩的创意模型 如果你会建模 那可用性就更高了 可以让它作为你的持续生产力 创造一点额外收入 它既是一台大玩具 可以解决我日常里的各种需求 还能打印出各种小玩具丰富的日常生活 最重要的是 随时能把灵感变为现实的感觉 真的很美妙 创造三维也是一个11年的老品牌了 一直是三级打印行业的领跑者 9号就是他们的11周年庆典 而且也会有新机型的发布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OK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可以转发给你的财务审批官 也许你很快就能拥有自己的一个创意生成期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灯关注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